作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Hey, come on! We're your family! 你们好吗? 喝咖啡瓶没有多浓 我只要去睡得轻松 打热天做个白只梦 忘剪火变成了彩虹 我又像奔跑的冲动 有你在跌倒也从容 无所畏惧的去追梦 汗水书解这份光荣 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 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 大屏幕迎不出现实中的暗涌 我只想和你牵着守在雨中等彩虹 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偶尔也刻着你的出气筒 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 做你身边的萤火虫 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此刻为你高唱就是love song 小小的默契让爱战斗 做你最骄傲的英雄 我是你骄傲的英雄 你往那边打 太胖了卡住我了好不好 到那边去看看 到那边去看看 好想没人啊 我们走吧 对不起听错了是芝麻 义父您怎么来了 这次皇上巍义父私房杭州 我是特地赶来的 肯定有行动 稍有移动 立刻向汉王禀报 不得有误 明白了吧 明白 你刚才是不是疯了 对不起义父 我鲁莽了 那如果不是我 不是我拦住你的话 你是不是会不顾性命 去救那个肖家大小姐 义父 我只是在 博取肖鱼弱的信任 现在婚约已经定了 很快他就会把密照的事情告诉我 到时候义父您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事关重大 不能有半点差池 大董事好像回头了 千万别动 别说话 东城啊 你当小人物等得太久了 心软了 陶家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有些事回不了头 记住 你 是我们全部的未来 明白吗 明白 敬尊义父教会 陈大人 原来您在这儿啊 可叫我一顿好找 听我吧 看来今天的心情还是不太好啊 我说陈大人上次真职之后 还不计前嫌 把许美的地方告诉我们 让我们白衣教去刺杀 原来是想让我们帮着您去刺杀皇上啊 陈大人 您一再地利用我们白衣教不顾秦义 就不怕我禀报给汉王吗 听后法 您有所不知啊 这次皇上突然造访 太突然了 我来不及通知你们白衣教 更何况我已经知道了皇上此行的目的 是铲除你们白衣教 我先下手为强 一旦成功 既解了你们白衣教之为 又铲除了汉王的星头之患 有何不可 皇上 什么皇上 莫非西湖旁边遇到的那个小白脸 是当今皇上 遇到皇上 这还有点意思啊 问题是 没有成功啊 现在皇上拿我们白衣教当眼中钉 程大人是否能给我一个解释 秦护拔 不要忘了 老夫虽然不才 可也是都指挥使啊 皇上有什么行动 肯定是紧我的手 再说 如果我们同为汉王效力 我也不可能对你们动什么手脚 请活发 我们一边详谈 啊 应该乱去吧 好像走了 相信我 肯定是闲情 无赖 语书 你听我解释行吗 解释什么呀 早就知道你是个坏人 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坏 还是个拼爹的坏人 你瞪我干什么呀 瞪我我也不会怕你的 告诉你 只要你不打我 我是绝对不会害怕的 我是萧府的家丁 想打萧府的主意 先够我这关 林三 我们走吧 语书 既然暴露了 我一再强调大事当前疏忽不得 你还是让林三发现 大人 说是你让陶公子暴露的 如果不是你把陶公子拉进小巷 林三和萧玉弱也就不会听见谈话 他们听不见谈话 陶公子 你只说话 吵死了 现在向羽弱和林三对你已经有了防范 如果得不到秘密 我要收回我给你全部的东西 义父 面对东城有恩 你放心 东城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 好 我看你这么做 发生什么事了 临时毁婚肯定有原因 难道陶家其实没钱 陶东城一直在骗你 不是啊 莫非陶公子除了喜欢你 还和侯智甫的女儿侯月盈 藕断丝连 也不是 难道陶公子压根不喜欢女人 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大小姐 其实我觉得陶公子 还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虽然 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啊 苦了你一人 造福了全萧家呀 你这么劝我 不会是舍不得阿全吧 怎么可能啊 没有啊 大小姐 你别胡说啊 好 那我不说了 你也别问了 我想静静 大小姐想静静 静静 是谁啊 静静 那林三怎么办 我早就跟你说过 陶东城对萧家图谋不轨 你还不相信我 不过我也不怪你 在别人怀上二胎的年龄 你才刚刚开始接触异性 受骗 也是难免的 所以啊 让我这个恋爱达人来告诉你 你以后找男人 要长点戏眼 林三 你渴不渴 不渴啊 你不渴的话马很渴 跟我上去喂点水啊 自己去 小鱼肉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大小姐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 你不是去杭州了吗 这么早就回来了 小黄 让大家把单路都拆了吧 还有 把聘礼送回陶家 大小姐 我心意已决 大小姐这是 混混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等一下 我得回去问一下 我亲爱的奶奶 靠 闭嘴 都怪你说你奶奶喜欢陶公子 现在好了吧 陶公子肯定是抛弃大小姐 找你奶奶去了 太蹊跷了 这短短的几天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小姐和陶公子的关系 怎么会闹成这样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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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三哥 你究竟做了什么短短几天时间 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我只想说 一个人无敌的时候 真的是太难受了 三哥 三哥 原来是你 你究竟做了什么短短几天时间 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是啊 是啊 三哥 我可是押了两个月的工钱 哦 情场得意 赌场就该失忆了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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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是不是啊 对 对 不 不 有人在工作的时候赌钱怎么办呀 赌钱 你干什么吧 下午谁呀 吓死 爹 娘 孩儿一时大意 轻信逃东城 误了自己不说 差点让秘密落在别人手中 让萧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或许轻信别人 就是最软弱的做法 孩儿以后 一定会保守好秘密 愿爹娘在天之灵 保佑孩儿 保佑萧府 或者是 东西都带来了是吧 都带来了 都带来了 涛公子 实在是抱歉 这个悔婚啊 是我们的不对 这就是你们涛家 给我们萧家里的聘礼 大小姐 让我们如述归还 这 这 你们萧家 真是欺人太甚 我们陶家在你们萧家 陷入危难之时 多次伸出援手 对你们大小姐 就是情深意重 光环又将 既然萧玉若 对我们家公子没有了感情 为何一直纠缠不亲 如今还做出 这等的毁婚之事 无视萧桃两家旧情 令陶府在京临颜面尽失啊 你们真是欺人太甚 闭嘴 话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走 那 涛公子 我们先回去了 阿全 这会对萧家所有的援助 是 姑子 来来来 给一个拆了 这个要拆掉 快 快快快 速速快一点 还有这个 赶紧的 你们动动快一点啊 好 林三 那个 林三我有话跟你讲 每大每小 叫林总监 林大姐 不不严肃 说 林三 有秘密了 什么事啊 杭州之行 出发的时候 大小姐特地吩咐我说 今后萧府在金陵 必定是举步维艰 让我们万事都要小心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小姐 这么紧张的深情 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萧家有我在当家 虽然你看上去比较不中用 但是你有功高强 又能做苦力 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呢 诚德勾结陶东城 我们肯定是为了萧家的秘密 秘密 萧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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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我有话跟你说 萧宇若 行啊 长本事了 不敲门就敢进来 还有没有做家庭的样子吧 萧府现在危机成虫 要什么做家庭的样子呀 我问你 承登跟陶东城他们软硬坚实 想尽办法 想要知道萧府的秘密 到底什么秘密 你跟我说啊 这事与你无关 怎么就与我无关呢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呀 他们会继续为难萧府的 你知道吗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啊 我都说了 这事与你无关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这件事情已经瞒不下去了 你懂吗 萧府的秘密已经瞒不了了 这两天发生事太多了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来 林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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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别走 我有急事跟你说 急事 有事你又干吗呀 怎么没去自杀呀 我自杀我能自杀我 我这么高兴为什么要自杀 我特别兴奋 你知道为什么 预弱会口昏吗 全是因为一个人 知道是谁吗 我 不枉费我短短三天之内呀 自杀二百多回 而且呀 预弱终于回心转意了 我也替你想好了 你呀就跟那个 妙玉坊那个阿芳在一起 你看年纪轻修 身材又好 而且啊 事业有成 你据说前一阵 她好像是怀孕了 爹也不知道是谁 但是无所谓了 你把她娶了 那孩子也是你的 买一赠一多好啊 你说是不是啊 太划算了 表少爷我真的好羡慕你 永远都那么快乐 太厉害了 那是 人生在世 一定要快乐 而且我也想好了 以后我要跟裕弱 在一起之后 我肯定会让她 每天开开心心的 慢了 走了表少爷 哎 余弱啊 我来了 急 再拉高一点 再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高啊高 你们没有吃饭是不是啊 怎么回事 这个位置好了 我跟你说 一会儿呢 你就听我的信号 我一打响指 你就晃动这个绳子 花瓣呢 就会落下来 肖玉弱一定会非常感动 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惊喜 倒下来了 你又不敲门就进来 准备了 我可不可以 有只爱那颜色 有得 你又不敲门就进来 你又不敲门 着呢 快上来 你READ 你这些东西 你不敲门 太多贅了 可不敲门 小鱼肉 小鱼肉 你醒醒 你没事吧 小鱼肉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没事吧 刚刚刚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 我可以解释的 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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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 你你你听高球解释 你算叫我 快快快 快向大小姐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就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啊 大小姐 你怎么了 这是 林三 你不要再搞事情了 大小姐 你是个家丁了 搞事情 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球球 你现在真的是学坏了 跟谁学的 跟你学的 就是出手的力度搞错了一下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探个头啊 探什么头 探肩膀好不好 没机会 看看我 好好向我学一学 你怎么不吵一个人 不吵一个人 三哥 是阿天 他闹肚子 拉拉去了 让我告诉你 三哥 一定要成功啊 谢谢啊 球球 我打算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不好啊 探个头喽 好 华盛不靠酱鸭 全靠浪鸭 浪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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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干吗 我准备了个礼物 想给你看 开心一下 不用 不用 我已经很开心了 别别别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吧 给我一次 就一次机会 报纸 表少爷 站错了 我 Wet 我 表少爷 你站错了 你知不知道 华船不靠奖 全靠浪鸭 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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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样 你再给我这机会啊 你的心意我领了 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你玩挺开心的 发起来 是 华专不告奖的 我们浪啊 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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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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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没了啦 你啊 绸致艇 嗯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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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让你快乐 你又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让你快乐 你又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又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又没有爱上我 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又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真的跳 algorithms 你又没有爱上我 林森 林森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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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老ES实 林森 三三哥 三哥哥 这这回玩大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三哥 三哥 你们这几个就这道胡闹 明天有一早来 一切都要恢复云呀 表少爷 没想到你劲挺大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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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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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三哥 三哥 我托你还不醒啊 昨天我去布访查看 发现那里的工人并没有工作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大小姐 我正想跟你说一个事 你走了以后啊 布访确实感知出了一些烟花布料 昨天是出货日 可供货商突然反悔 说拒收效价的补辟 你说布访发不了货 香水又滞销 所以说这布访它没法正常隐形啊 你把林三哥高求叫到我书房来 嗯 林三 你躲着干嘛 别 不用多说了 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打击 我的帅都是毋庸置疑的 有屁就放我 还要去做几个理疗 你快一点哪 萧府确实遇到了一些危机 香水滞销 布匹都卖不出去 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好 笑什么 搞到最后不是还得靠我这个天才的发明吗 笑什么 没什么 我只觉得你说得很对 萧府确实需要你这个天才的发明 笑什么 你搞我 她笑什么 笑什么 老秋 这回还像以前一样 在我背后当个苦力就好了 笑什么 搞我啊 笑什么 好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主持不妨 你们去做你们的事吧 下去吧 你笑什么呢 下去就下去 你笑什么 搞我 搞我 你谁在搞我 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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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既然敢至于我的帅气 简直是欺人太甚 对不对 老秋啊 你笑什么 信不信我打你啊你 你信不信我偷你 我想我们俩交情那么好 聊得那么投机 你应该不会偷我的 别开玩笑了 别开玩笑了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要转身 没事 不做件衣服吗 算了 好 来 林大姐你在干吗 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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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皂在哪儿啊 什么肥皂 洗衣服 洗衣服 肥皂啊 我们洗衣服都用灶脚 肥皂是何物啊 忘了你们这个年代没有肥皂 没有肥皂 你在说什么啊 我想起来了 制作相组的原料还有剩下 高雄去买十斤猪油 行啊 行啊 我果然是个天才 没想到继香水之后这么短时间内 我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跨时代的产品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东西叫做香皂 味道跟香水一样 可是香水你不让卖了呀 你记不记得香水为什么被明令禁止 严禁贩卖奢侈品 对了 香皂呢 虽然味道没有香水那么纯正悠久 但是它的成本只有香水的十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 它不但味道香还可以清洗衣物啊 你的意思是 趁着香水的封肠还没有退去 我们趁机生产 推出一些平民版的香皂 并在售卖时注明 香皂只用于清洗衣物 以规避官服的审查 算你聪明了 大小姐 方法我告诉你了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批量生产 即可 好 各位 继双铃碗香水之后 我们萧家又生产了一个 非常棒的日用品 叫做双铃碗香皂 它保持了原来香水应有的香味 而且还可以清洗衣物 而且更加持久耐用 展示一下 你还非常坚硬的 来 你做 好 下面我宣布 双铃碗香皂正式开卖 双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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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承大人口令 萧府擅自售卖银食品 并且无视官府考量 先将所有香皂全部没收 义干人等全部抓过天狼 撑 慢着 官府大人 你说我们萧家贩卖奢侈品 有何证据 全精灵都知道 这香水是奢侈品 你们还敢勾人贩售 都给我抓回去 且慢 不好意思啊大人 为了提倡 官府所说的 不可以铺张浪费的决定 我们提高了工艺 降低了成本 我精灵第一美男子03 在这里向大家保证 我们的香皂 只受两钱 而且绝不涨价 双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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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大人 您贵为官差 但是也不能影响我们 商家的正常营业 没事还请回吧 替我给程大人传个话 让他别再管我们 萧家的任何事了 便宜也不行 官府说你有罪就是有罪 你还敢煽动群众 最赶一等 行 我告诉你们啊 谁要是再敢声言消假 全部抓回去 太美丽了 没想到程德那么过分 竟然都用官兵来对付 高兄 你有功高强 这里有一二三五十个人 你能不能等过 等过 不要说话 但是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行 废话 抓走 什么 干什么呀 抓走 谁说的 需要 需要人啊 好大的派头啊 你是不是和我 是和那个小少爷 身边的那个铁公鸡啊 小兄弟果然记性过人 正是我 我确认一下 你穿那么浮夸 是不是官啊 而且官很大对不对 在下不才 姓徐名位 任职不正史司 主管江浙一代 刚刚上任不久 徐大人 叫徐大人 徐大人 徐大人你可算来了 好了 我来给你们主持公道 你主你主随便主 既然 这萧家的香皂价格低廉 百姓又喜欢 百姓又喜欢 何罪之友啊 徐大人 是小的不查 错过了 小夫 既然如此 那就退去吧 替我转告程大人 凡事要量力而行 手不要伸得太长了 是 是 撤 撤 撤啊 是 是 竟然有如此巧夺天工之物 不愧是明造一时的 萧家商铺啊 来 拿笔来 我都不愧是 这个偶像是 helan 要是 好 好 庄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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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兄啊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老母常年洗衣 双手生疮 你看这个 她 她 明白了 给徐大人老母一块儿香葬 其实我的夫人 她也是常年洗衣 她双手生疮 双手生疮 送徐大人 夫人一块儿香葬 是 其实我也是 就 就我也是 明白了 给徐大人私人定制一块香葬 专门洗衣服 林兄弟不必客气 主持正义 是老夫的分内之事 话不能这么说 今天若没有徐大人 我们香葬坊 怎么可以顺利开张呢 多谢徐大人仗义相助 萧格老乃一代名臣 他的后人 我自当鼎力相助 好了 出道金陵 我还有事要忙 有缘 咱们自会相见 有缘再见 林兄 就是 我服上家庭数十人 都是常年洗衣 双手生疮 肯定不 徐大人 药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好 我自会安排 徐大人虽然外表粗狂 但也是 也是个性情中人的 他的小手一顺也是 不拘小杰吗 说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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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眉 有鬼妈的跳 你的嘴 又坏坏的笑 上一秒吵闹 下一秒拥抱 你给幸福加满快乐的秒 为你哭 是因为你胡闹 为你笑 是我为你骄傲 一点人心撒娇 偶尔八道 只要你给我一个爱的红包 绝对让你熬 绝对让你熬家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上蓝寻地上也难找 偏偏爱你爱的不要不要 平静红黄之力陪你到老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上蓝寻地上 难得那么长 你若真心这一对我好 平静红黄之力陪你到老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上蓝寻地上也难找 偏偏爱你爱的不要不要 平静红黄之力陪你到老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上蓝寻地上难得那么巧 你若真心这一对我好 平静红黄之力陪你到老